另外方面火警消息发生在陈德路三段 这是一栋联动的木制平房 在昨天晚间发生了大火 凶凶烈火从老远就可以看得到了 不过呢发生的地点因为非常靠近原山捷运站 所以当时也有大量的浓烟飘到了捷运站里头 还触动了警铃 不过好在没有影响到捷运行驶 火势半个小时扑灭并没有人员伤亡 明镇内冒出雄雄火焰 大量的浓烟不断向上攀升 这区卫尘的陆三段的联动木造式平房 在22号晚间11点多左右突然发生大火 由于火势迅速延烧一度无法布置 就往队员赶往现场拉起水线管究 由于火势实在太猛烈 浓烟还飘进了附近的原山捷运站 站内瞬间烟雾弥漫 伸手不见五指 大量的烟雾还一度触动捷运站内的警银 乘客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纷纷抬起头来张望 站内人员也绷紧神经 幸好火势在半个小时内就封印 并没有影响到捷运的正常行驶 明镇内的住户也都顺利被救出 绝对希望台北赠不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